事实上目前在立法院内 绿营人数是靠着这个人数的优势 因此已经顺利进入到议场里面了 不过回顾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立法院长游行坤 当时召开了朝野协商 但是因为国民党拒绝出席 因此宣告破局 直到在上午的十点半 民党立委因为不得其门而入 当时索性是从议场的二楼 进入到媒体采访区 隔空和国民党立委来互相 而面对了蓝营强烈杯葛 陈菊则在脸书发文反击 他强调自己会为了真相与名誉 以及国家民主来奋战 那么行政院跟总统府 同样表态声援 立法院议场内蓝绿委隔着一层楼 互相叫骂 战火一出几发 休怕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共党团早在场内一字排开 用铁链把彼此绑住 蓝伟们做足万全准备 连上五八点半的朝野协商 也坚持不出席 如果说我们在 我们的民主殿堂 台湾国家最高民主殿堂 在这边如果说做的 这个不好的话 那上国际新闻 受损的是两千三百万人 同样没有人这样的党法 所以还是在这里呼吁 国民党你自己要想清楚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喊话国民党好好谈 为了抗议监察委员提名人选 国民党团选在临时会召开前夕 吴玉锦占据立法院议场 要求总统蔡英文撤换监察院长 被提名人陈菊 扬言不撤换 绝不退出 陈菊透过脸书发文反击 国民党团在审查还没开始之前 就以不实指控为借口 占领议场 企图瘫瘫临时会 令人非常遗憾 强调自己会为真相跟名誉 为了国家的民主勇敢奋战 总统提名他作为监察院长 以及第一届人权委员会的主委 我觉得我们政院觉得 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新政院战胜活现声援陈菊 总统府也说 公党立委在立法院即将开议之际 背离法定程序 瘫痪立院不是自求 而是把台湾的民主当人 囚禁了台湾的进步与发展 临时会登场前 蓝绿两党先吵个名玩 记者临时大红 新台北消防暴动